兩岸之間的ECFA雖然已經簽署 但是到底ECFA是協議 或者是條約呢 現在卻出現了模糊的空間 因為馬總統在昨天說是準條約 所以立法院只能夠說 yes or no 包裹表決 但立法院長王金平卻堅持 ECFA不是條約 連席任務院長維敦也附和 現在民進黨團是痛批 馬總統把手伸進了立法院 前一天馬總統說ECFA是準條約 立法院不能逐條審查 立法院長王金平出席冒險活動 脫稿隔空反駁 兩岸的關係非國與國的關係 因此兩岸所簽的各種學藝 就是定位在兩岸的學藝 兩岸的學藝 所以不是條約案 法律上沒有所謂準條約的名詞 王金平糾正馬總統對ECFA定位 我敦義怎麼解釋ECFA 這個兩岸這個協議 跟元首馬英九 或是說這個吳敦義出席冒險 不是這個占平坤可以出席冒險 所以很顯然 這個ECFA不是條約 既然如果不是條約 要在立法院要逐條審查 他是手就伸到立法院來 其實他講話就是講給王金平聽的 請他閉嘴 ECFA怎麼審朝野看法分歧 王金平最快週五召集朝野協商 下週一舉行談話會 決定什麼時候開臨時會審查ECFA 我對於下週二也將到立法院報告 民進黨團揚言不惜一陣 朝野為ECFA的衝突以觸即發 民進版眾報道